亲爱的各位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这里是加面阿法 很高兴跟大家再见了 现在是新加坡时间的 2025年2月28日周五 下午的5点45分 2月28日最后一天也已经告急 马上迎来3月份 希望3月份的市场能够好一些 今天比特币一度跌破8万 无需我多言 市场已经非常惨淡了 那么今天我们来聊点不一样的 给大家进行一下一键部署 MON的全教程 很多现任观众老爷 刚入币圈没多久 在这里我为大家提供了 入圈必备工具 使用下方链接即可轻松注册 币安 OKX BitchGatch GatchIO 主流交易所 作为信任注册 不仅可以享受到各大交易所 带来的信任福利 还可以使用我们的永续专属 手续费减免折扣 赶紧注册起来成为币圈的一员 另外在每一期视频当中 下方链接的话都会体现 你可以同时看到我们的更单链接 利用手上闲置的资金 为自己带来收益最大化 我们正式开始某种的一键脚本 无死角 全局录制 但是在开始之前 我希望你认真地听我说几句 第一脚本虽然是可行的 也是在跑的 但是它是用模拟接口请求来的 抗风扣的能力比较低 到时候耗可能会被必要记 意思就是很容易被拟了 在这里我强烈建议 之后的私钥环节 你应该用到的是 新环境下的创建新钱包 里面没有一丁点的资产 但是在跑脚本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 需要您提前在钱包当中存入测试代币 那么就需要在官网当中使用新钱包领测试币 切不可使用其他的地址互转 今天纯粹是科普类型的视频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与关注 在这里非常感谢群友诚哥的帮助 那么他其实也做了一期视频 只是相较于我的视频来说 更加的适合新手和小版 不多废话 正式开始吧 首先我们来到Python的这一个网页端 然后去下载一下最新当 也不是最新的 就当前的版本 3.13.2 很多观众也在一开始在搜索Python的时候 很可能会下载错误 因为它前面有很多广告 就是不太相关的 我们一定要认准它的官方网站进行下载 那么对应的网址的话 我们会贴在视频的简介书当中 大家也不用担心 那后续的下载完成之后 我们如何辨别自己电脑当前 有没有安装完成呢 在这里我们点击到一个 如果你跟我一样 电脑的系统是Win10专业版的 这个版本系统的话 你可以直接在这个方向上 选择一下Windows的系统 然后这里的话会有个命令提示符 类似于就是终端了 那我们现在正在检查的 就是你下载好了Python之后呢 去核对一下 它有没有下载完成 我们这边的话 把相关联的命令复制一下 然后进行一下回撤 如果它出现版本号的话 就证明我们已经下载完了 那么紧接着的话 再去进行一条命令层的 就是这一个PIP 然后点击一下那个复制 然后再转到这边 然后去敲一下粘贴 那么我刚刚多敲了下 然后进行一下回撤 它如果出现这样的标识的话 也是证明我们提前部署的环境 已经安装完成 那我们继续往下走 接着我们来到GashHub的这一个 一键部署梦的页面 那么在这个方向上 我们需要点击一下 code绿色的按钮 点击好了之后呢 下载一下ZIP这一个文件 下载之后的话 它是一个解压包 那么你需要把它解压在你的桌面当中 我个人推荐是解压在你的桌面当中 会比较方便 因为后续如果进行终端引用命令的话 它找不到那个文件夹它会报错 所以我们这边的话 在桌面上进行到一个解压 那你目前可以看到 我在这边的话 已经有一个解压的文件了 解压好了之后呢 我们再来跳转到终端的命令层 那么这个时候呢 需要去部署一条命令是CD 敲一下空格 然后是我们刚刚下载的文件的文件地址 请注意这个地址的话 它是需要包含它的文件名的 就比方说我们在这个文件夹当中 点击一下属性 然后这个不是位置嘛 但是位置的后缀啦 是要包含它的这个文件名的 不然它也找不到 那我们继续来做一下这一个回车键的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也是同样的复制一下 然后点击复制 然后这边的话敲一下回车 也不是回车 就是敲一下这个 那么它现在的话 就已经在我们这个文件夹当中 进行命令了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进行到PIP Install 就是进行安装了 然后这里的话也是相关的命令层 所有的命令的话 我们也会放置在视频的简洁处当中 大家直接就跟着我们这个教学步骤走就好了 然后点击一下回车 那么它现在是正在安装部署相对应的命令 一开始第一次 如果去部署的话没有那么快 至少要等一分钟左右 那我这里的话已经是提前部署好了 所以它这里已经直接显示这个了 当你显示这个的时候就证明 我们所有的工序都已经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需要更改私钥和对应的一个地址 那这个方向要怎么去更改呢 我们刚刚下载的这个文件 对不对 点击一下Data 然后这里的话会有个私钥 以及是相对应的IP更改 首先是私钥 私钥的话 我刚刚在一开始视频当中我讲过了 请一定要用一个新钱包的私钥 就是你自己再去重新创建一个钱包 然后用它的私钥来进行到填入 一定一定要用这个 不要有自己的任何想法 一定要用新的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确保这个一键脚本 那如果就像我刚刚说的 它很容易是被扭掉了怎么办呢 对不对 那你这个不是白做了吗 所以要用一个新的 那新的话反正没有任何资产 你也不用担心这些有的没的 做就好了 那万一像我们上一次那个moment 它也是天望级别的项目 它就没有查工作室 那那些做脚本的那些人全部都发财了 大家也可以抱着这个想法 我是这样觉得 所以我才做今天这一期视频 好了废话扯的有点多了 这里的话私钥更改一下 更改好了之后呢 我们这边的话会有个IP IP的话 个人建议用自己的IP比较好 我这个IP的话是随机选的 如果你不知道自己的电脑IP的话 你可以百度 你也可以问XGPT 你同时甚至可以使用一下那个 那个插件 Glass 我们每天都在挂Glass Glass的话 它有一个那个IP显现的 你也可以直接从那边复制 方法有很多 主要在于主要在于你 就是有没有动脑 有没有去想 我们的IP怎么去获得 然后在这个方向上 使用这样的格式 前就是你要注意一下 有点的 一定要用这样的格式 如果你的IP跟这个不符合的话 你也可以尝试调用一下我的这个IP 无非的理由就是 你前面是你的IP地址 后面冒号就是8080 这个应该是规定好的 那这里我们进行讲解完成之后 这两项都改了 改了之后呢 就可以直接去运行相对应的命令了 那么也就是这一个 Python的 MAIN 那么意思就是说 调用Python的命令 然后去进行到运行 那么也是来敲一下 复制粘贴 回车 然后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 就证明已经 其实就已经成功了 什么都可以了 然后他就自动在跑了 但是为什么 我现在没有在跑的状态 就是我钱包当中 没有moon的这个测试代币 所以他跑不动 是没有做任何交互的 如果我当前账户里面 有三个测试代币的话 他是会自行进行交互的 那我现在是没有 所以任何的TX和什么别的 都不可以做 当然很多观众老爷会说 他不是一键吗 一键的话应该是可以领测试代币的 那这个的话有待考察 我暂时还没有看到 我当前的钱包收到测试代币 那这就是今天视频的所有内容 其实非常非常简单了